根据去年统计的十大癌症中 第二名就是肝癌 肝癌每年可夺走八千多人的性命 死亡率极高 但为何等到发现时多半都是晚期 肝病和肝癌大幅削弱肝功能 但肝癌的罪魁祸首到底是什么呢 现在就跟着健康聊天室 一起来认识你的肝脏 大家好我是台湾医院 卫肠肝膽科叶炳为医师 其实肝脏这个器官在人体扮演非常大的一个功能 它不仅是像我们平常吃东西 像是消化功能 我们肝脏其实是会分泌一些胆汁 然后借由胆管流进肠子里面 去帮助我们一些脂肪食物的消化 那肝脏本身也有一些制造的功能 它可以制造一些像是白蛋白 维持我们身体适当的一些渗透压 并且是它可以制造一些凝血因子 那它也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代谢解毒的器官 其实台湾的十大十因里面的第九项 因为肝病或者是肝硬化肝癌而死亡 占我们的十大十因的第九位 其实每年大概有一万三千多位的患者 因为这些肝脏的问题而死亡 那如果我们今天讲肝癌 它占癌症的那个死因的部分 其实也是达到第二位 所以其实肝癌的部分 它的死亡率相对来说是不低的 一般来说我们的肝癌的患者有七成 左右是B型肝炎代元 有两成左右是C型肝炎代元 因为B肝其实是台湾的果病 台湾大概有B肝的人口大概300多万 那C肝人口大概40到50万左右 其他的患者大部分都是一些 就是可能是有一些肝硬化的问题 可能是因为酗酒造成的 或者是严重的脂肪肝 或者是一些免疫性疾病 造成一个肝硬化的状况 然后之后所产生的一个肝癌 那这个部分就要提到说 一开始我们说的肝炎三部曲 就是说我们一般一个正常的肝脏 一定会先经过所谓的慢性肝炎 慢性肝炎因为不断的一直发炎修复 发炎修复肝脏慢慢走向纤维化 走到最末期就是硬化 一旦硬化以后癌症的风险就会提高 大概每肝硬化的患者大概每年有3到5% 风险会演变成肝癌 这个是一个比较极端的案例 然后患者我印象中 她是一个45岁到50岁之间左右的一个女性 那她本身是有B型肝炎带员 但她其实是没有在规则追踪的 然后到我们这里来 我们发现说奇怪 她的溃疡治疗了一阵子 然后药物也使用 但是一直就是好好坏坏 没有真的找到原因 我在做促诊的时候发现 奇怪怎么肚子这边右边摸起来 明明就摸到一个东西 但是她之前病人一直以为是她变胖了 所以我就想说这不对啊 变胖也不应该是这种硬硬的东西 应该是软的才对 但是后来我们创意一步 一坐下去 发现有一个12公分大的肿瘤在肝脏里面 在台湾来说 会造成肝硬化的情形 最常见的还是像是病毒性肝炎 我们刚刚提到的B型肝炎 C型肝炎 那酒精造成的 因为可能也许是慢性的 酒类饮品的饮用 有时候会最肝脏 造成一个慢性的伤害 也是会造成肝硬化 另外有一个越来越常见的问题 就是所谓的脂肪肝 因为在国人其实平均三分之一的人口 就是有脂肪肝的状况 那脂肪肝就是脂肪堆积在肝脏里面 肝脏细胞里面 然后这种状况下久了 越来越严重的状况 会造成肝脏一个慢性发炎 一旦发炎 反复的发炎到最后 也是会走向肝硬化